接下来是由资深媒体人《芝加哥时报》主编李祝华所带来的最新实施观点评论 李祝华观点女市长的哀求 高地公园市长罗特林恳请国会进武 芝加哥北交高地公园市市长南希·罗林亲自到国会司法委员会作证 讲述了他主政的城市举行国庆旅游时所发生的屠杀事件 他苦苦婆心恳请国会禁止攻击性武器以防止悲剧再次发生 他的发言引起了民主党国会议员公民 但显然得不到共和党议员的支持与响应 两脑在枪支上观念的分歧是无法弥合的 南希·罗林在听证会上的证词是令人心痛与心碎的 他哀伤地说道 屠杀当天我的手机闪过一张满山学步的孩子 眼泪汪汪抓着毯子的照片 当时没有人知道这是谁家的孩子 也没有人在寻找这个孩子 后来我们才得知这个身上染血的两岁孩子叫艾丹 他的父亲和母亲都在当天被谋杀了 他从此成为孤儿 另外一个八岁小孩 罗伯茨腰部以下全部瘫痪 现在仍在医院为生命而战斗 女市长讲述的这两个蓄灵灵的故事 显然打不动共和党议员的心灵 来自德州的参议员泰德日前发生在印第安纳州一位枪手 在购物中心向群众扫射而遭到另一位手持枪支的人射击死亡而结束悲剧 来证明运用枪支可以以暴制暴 所以必须尊重个人用枪支的权利 泰德是典型的用强支持者 他们的理论其实似是而非 因为在最近一连串大规模屠杀案中 残暴凶手所使用的武器都是AR-15半自动突击步枪 这是一款威力强大的攻击武器 也是美军在越战时用来对付敌人的 由于以弹侠供弹发射 可切换半自动和全自动射击模式 在每次空洞班机发射子弹后 立即可以自动推进下一轮发射 射杀力极强 所以这次发生在高地公园市的枪击案中 枪手可以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 向群众连续设计了83发子弹 造成7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的悲剧 试想如果这种武器是禁止的 会有那么多惨痛的死伤吗 主张用枪人士一再辩解 枪支不会杀人 杀人的是人而不是枪 但我们可以容许别人使用火力强大的AR-15半自动突击步枪 来大举枪杀人吗 如果他们手上没有这种武器 他们又如何能够立即大规模杀人 南希罗林市长第一次到国会的证词必然是徒劳无益 无功而返 主持这次听证会的一周联邦参议员迪克表示 他支持南希罗林市长的建议 在全国范围内禁止销售进口和制造半自动武器 但是在共和党的阻导下 禁止军用攻击性武器的法案是不可能在国会过关的 所以我们开始证明下来 这种判断的方案是不可能在国会的 有些方案是不可能在国家里面里面的反应